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欽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矣 各位介紹聖阿彌陀佛 看課本一百五十三頁 也是講到三聖共法裡面 諸行無常 諸受皆苦 由無常故苦 生厭禮 相解脫 那講到一百五十三頁 修學佛法的如有這種深切的認識 就是一切世間是無常 無常的必然是苦的 那前面講到苦有三種 一般我們說到的三苦八苦 苦苦 無壞苦 行苦 就從一切世間來講 那如果從我們這個世間 欲見的人來說 那麼就是有所謂八苦 生跟死之間 有老病死 願真為愛美女求不得 那麼這個都是由於這個五月赤聖而有 所以就叫做八苦 那如果我們從現象來講 無常不一定苦 從現象來說 那無常不一定苦 因為無常的定義就是它改變 它不會只這樣 那如果是身體健康到生病 那當然苦了 這個叫壞苦 那正生病的時候苦苦 本來健康變生病了壞苦 那可是你本來生病的後來恢復健康了 那也是無常 本來有錢的後來變貧困了 那是苦 可是本來是很貧窮的 後來變有錢了 那也是無常 就是從有到無 從無到有 都叫做無常 如果從現象來講的話 那無常不一定苦 但是從究竟來講 從這個世間來講 那麼無常一定苦 為什麼 因為不管你怎麼變 變到最後 那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沒有 一定是空 無常到最後一定是消失面 所以你就算說你本來健康 後來生病 生病後又恢復健康 都叫做無常 可是到最後你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是老病死 就算你在無色借天 不老不病也要死 你在那個境界裡面 八萬大節都不改變 八萬大節都沒有改變 不動了 都不夠 都不改變 在飛翔飛翔天裡面 八萬大節都沒有改變 可是八萬大節之後 業力減了不一樣改變 那麼你會脫離原來的那種 寂靜的境界 那還是苦 所以如果從無常的現象來看 無常不一定苦 但是從究竟意義來講 無常必定是苦 其實是這樣子的 因為有錢到沒錢 沒錢到有錢都叫做無常 生病到健康 健康到生病都叫做無常 無常其實就是沒有很常的 沒有一定的沒有不改變的 但是改變不一定會帶來痛苦啊 改變有時候是帶來快樂啊 但是就世間的生命來說 那麼它最後一定是 一定是消失 永遠近沒有 所以從這個來講 所以才有所謂的苦苦壞苦辛苦 才有所謂這個定義 那我們說的八苦 是從這個預見的我們的 就我們的狀態來講 那就整個世間來講 苦苦壞苦辛苦 是這樣子的 上次我們有講 一般我們講的八苦 是五運赤聖 是我們這個五運生 生命無常 赤聖就是一種 一種生命無常 擦那生命的概念 那五運赤聖的底下 主要是生到死 因為這五運的這個神聖 然後就有老病 跟驗證會愛別禮求不得 有這種驗證會 愛別禮求不得 這七苦再加上這個 就變成八苦 所以這個叫做八苦交尖 那這個這裡的五運赤聖 是從預見的眾生來講 所以預見眾生 有所謂的苦苦 這個有苦苦壞苦辛苦 苦苦壞苦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有他們辛苦 然後預見眾生 色界眾生 和色界送生 預見 色界 無色界 無色界沒有五運 不一定有五運 他只有四 不一定有五運 那預見有苦苦壞苦 寻苦 色界有坏苦 寻苦 无色界有寻苦 所以无论如何 世间就这三个而已 这我们说过 那如果从世间的另一个定义来讲 就三界 他一定是苦 离开不了苦 因为无常他一定会苦 那如果从世间 如果从另外一个世间的定义来说 大师对面讲的三种世间 五印世间 有情世间 跟国土世间来说 那五印世间 五印赤证 五印就是有牲畜 牲畜 五印 五印有生诸一面 生诸一面 就是五印赤证的概念 生面生面 有情有生老病死 就是有生死生面 国土有沉住坏空 那么这无常的概念来说 它也一定是苦 最究竟它一定是什么 坏然后没有消失空 一定是死 最后面都是这样 所以从这里来讲 世间无常 无常故苦 这个就是无常 那无常 无常那一定是苦的 一定是苦 无常故苦 世间无常 无常故苦 那三生共法 重点要先确认这种东西 那你才能处理心 你才不会懒卓这个三界 如果你没有这种 那你是不容易 你是不容易处理这个世间 那所谓修学佛法 如有这种深切的认识 那么无论怎么样喜乐 也不会留恋 所以经典里面常常讲 未患离 那你要能够理 你要先知道它的过患 或是厌离欲 灭 敬 那就是上升天国 敬情享受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 你升到不管你最高的天 最高的天就是 极高不过就是第28天 就是飞翔飞翔天 那么也还是要掉下来 掉下来它可能直接掉到三二道 也可能掉下到异界 那很难说 那真的是说它还是要掉下来 就是它原来的喜乐一定会没有 所以就是时间长一点而已 时间长一点 但是也还是要受苦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不感兴趣 上升天国 敬情享受也不感兴趣 原始 因为这个原因 就能够生厌离生死的决心 那这个是 所谓的出离心 我们说的出离心就是这样 出离三界的心 出离生死的心 出离一切苦的心 有了这样的认识 引发这样的抑郁 就是上法律 这种就是我要更好 我要出三界 有这种希望 有这种愿望 那么从学习中养成了坚强的资料 苦哉苦哉 这世间不是安乐乡 不但不能永久的住着 简直一刻也住不下去 那个是厌离心很强的人才会这样 一般没有到这个城市 就是说我想要更好 但是也不至于说这么苦 一刻都待不住 也不会这样 但是厌离心很强的人 他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有这种感觉 想要赶快解脱 所以为什么说身闻 那种对生死厌离到一个程度 那么一心就只是想解脱 其他他也不管太多 所以他少事少愿 也管不了别人了 自己对于生死解脱 是那么的强烈 那么正像是处生在火宅当中 只要逃出火宅一样 火宅的运 这种厌离心生起来 成为坚定的志愿 就会向于解脱生死的大道 走上了了脱生死的坚定 因为你对于这个苦感受深刻 而且你很深切的了解这样的苦 你就不会悠悠泛泛 那么可有可无 你就一定要到党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要像这个国家这样发生战乱 一下子温逆 一下子战争 一下子又饥荒 一下子又水灾 一下子又火灾 一下子又风灾 小山灾 大山灾 轮流来 你没有办法来来 想办法要逃出去 就是会死在海上 也要想办法逃出去 类似像这样 这种心 那没有这种出离心 一切修行 一切功德 都只是世间法 现在在讲三圣共法 所以出离心 它就是这种状态 出离烦恼 一般要出离生死 可是生死是由夜来 所以要出离这个夜的束缚 那夜的束缚是由烦恼来 所以要出离烦恼 想办法要断除烦恼 那气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心 那你修的一切 不够就是世间法 因为你在怎么修 你还在欲戒色戒无色戒 等多升到天上 你就有禅定 等多收到色戒天 无色戒天 厉害了 但是你就出不了三界 所以有了出离心 因那一切功德就被出离心所色导 成为解脱生死的因素 称为顺解脱分善 顺就是随顺 解脱的善根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布派里面 它叫做真上意热 心求涅槃 厌辈生死 那我们常常在讲 心求极乐 厌临收否 那么这个是依这个所谓 心求涅槃 厌临生死来的 那一样 其实心求极乐 极乐其实就是一种 真正的极乐是解脱 涅槃才是极乐 那缩柏 什么叫缩柏 就烦恼 堪忍 这个叫缩柏 所以其实心求极乐 厌临缩柏 其实就是 心求涅槃 厌临生死 原理是这样子的 那道皮箔刀里面这么说 道皮箔刀里面 他说到出离心 他说你如果没有这种出离心 那么你所有的善根 其实都是世间法而已 有弱的 那你如果这种出离心 你修的一切 一切功德 都可以向解脱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你有菩提心 你有菩提心 你修的一切 都成为成佛的识量 你没有菩提心 你修的一切 不过是世间善 那这个是出离心 若有真上意乐 他讲 如果有 他讲这个出离心是 真上意乐 真上意乐就是这里讲 深刻的 深切的 那么意愿 这种坚强的志愿 真上意乐 然后 心求涅槃 厌辈身是什么 如果真上意乐 那心求涅槃 这个我们常常在说 心求极乐 怨辈说鬼 心求涅槃 涅槃才是真的极乐 心求涅槃 怨辈生死者 怨辈辈 辈就是辈辈 假设有这个真上意乐 有心求涅槃 有心求涅槃 厌辈生死 这种真上意乐 这种坚强的志愿 就是要向前很多的志愿 这个叫出离心 出离生死 这种人 出离生死 要得涅槃的这种坚强志愿 假设有这样的人 那他说 虽其少分 诗戒文诗 不诗 诗戒 多文 诗 诗 诗戒 诗戒 文 文 文善 这些诗戒文 这个其实都是世间的 诗戒文是世间的善 虽其少分诗戒文善 尽能决定 重此善根 就像解脱的 尽能决定 重此善根 善根就是这里讲的 顺解脱分善根 就能够随顺与解脱 重此善根 这个善根是 顺解脱分善根 就能够重 顺解脱分善根 就能够重这种善根 若无 假设没有 它后面就是若有 那如果没有呢 若无呢 那么虽其多分 假设没有 这个字若有 若无 假设没有 这种星球涅槃 厌背生辰的真上意 就是坚强的字眼 那么我们就不写了 若无 没有这样的 虽其多分 这个就虽其多分 这个是少分 虽其多分 那么就算你听了很多 听了很多 修很久 虽其多分 诗戒文 虽其多分 诗戒文善 它是比较 文的这些善根 这些功德 那么 亦不能重此善根 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决定相解脱 这里再讲到 这个瞬解脱分善根 其实一端我们讲的 叫做相善 相善 相解脱 其实这个就是相解脱 阿汗经里面其品上次是说 焰离一灭君 这个就是相解脱 好 所以瞬解脱分善 瞬解脱分善根 这就是说 所以它这里讲 有了出离心 我们先来讲这里 它说 没有出离心 一切都只是世间法 有了出离心 一切功德 就被出离心所色导 成为解脱生死的因素 叫做 瞬解脱分善 这就是说 这种善根 你成为 随瞬趋向解脱的因素 所以重点是心 重点是心 你有这种心 那么才有办法 真的 你才能够了脱生死 那么即使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也要有这种出离心 那 心求极乐 厌离说果 其实就是厌离斑 厌离生死 那除了要出离心 出离生死的心 还要什么 还要有菩提心 如果你要往生净土的话 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 你还要有菩提心 这我们说过 如果没有菩提心 那是不能去的 你没有菩提心 可以去哪里呢 可以去 多算天 多算离土 可以 不用菩提心 但是要到 要到大圣不共离土 阿弥陀佛的离土 没有菩提心去不了 没有出离心 也去不了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在这里讲 出离心是出世法的根本 口口声声 伸说了生死的学佛同仁 就是大家都说要了生死 都要了生死 要反省一下 一方面说要了生死 一方面又怎么样 贪婪无欲 根本就没有了生死的心 所以看看自己 有没有这种心 有没有这种 我一定要出离 我一定要得解脱 我一定要出离生死 有没有这种心 随机立三圣 正化于生文 那现在讲三圣共法 就是三圣 发出离心 而修出世法的根基并不已知 就是要得解脱的 也有很多种人 非常多种 那么统社来说 佛随顺听众的鸡感不同 就跟鸡啊 不一样 安立了三圣的差别 三圣就是生文 缘觉跟菩萨 那这三种圣者都是出离生死的 法伐经等 大圣的法伐经 妙法零法经 从特殊的意义讲 佛为生文说四地 为缘起说十二缘起 为菩萨说六波罗蜜 法伐经里面说 佛为求生文者说四地 度生老便死 为求缘觉辟之佛者说十二缘起 为诸菩萨说六波罗蜜 那么其实出世法都是观圣圣义 四地以十二缘起 这个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这样听起来 有一点觉得四地跟缘起不一样 其实四地就是缘起 缘起就是四地 缘起 缘起 流转的 缘灭的 后面会讲 我们现在先稍微收一下 流转跟缘灭 一般我们说的缘起是十二缘起 其实它是流转跟缘灭 流转的是有阴有缘四间起 七十就是苦跟缘 苦就是世间 我们讲世间无产 无产故苦 刚才讲的三种世间 世间 世间 有阴有缘世间起 有阴有缘世间起 有阴有缘世间灭 这是有阴有缘世间起 有阴有缘世间起 因缘是什么 烦恼跟业 因为烦恼跟业 有这个五报 有五印世间 有这个有情世间 有这个国土世间 因为有烦恼跟业 烦恼跟业 为阴为缘 有这个五印世间 国土世间 有情世间 有阴有缘世间面 有阴有缘世间起 有阴有缘世间面 道就是八正道 其实就是戒定会 定跟会 主要是定跟会 那么 所以具责论里面 这个有肉的原因果 无肉的原因果 他就这样嘛 具责论里面他就这样 他就讲廉情 从有肉 有肉就是生死的 有烦恼的 就是从生死烦恼的 到无肉 那这个有这个是苦 这个是流转的 流转的就是生死流转 生死流转 满面就是涅槃 涅槃满 就是解脱 从生死到涅槃 从生死到解脱 从有肉到无肉 从有肉的生死到无肉的涅槃 有肉的原因果 果 他是这样 果就是世间 因缘 就是涅 涅跟烦恼 然后定跟会 无肉的原因果 就是圣者 这个是世间的六道 这个是四双八变 这个叫做三圣圣者 三圣圣者 是定跟会 因缘 是定跟会 有缘世间起 定跟会 再讲详细就是界定位 那其实是这样 所以缘起 其实这个就是四双 这个就是缘起 所以四双其实就是缘起 四双就是缘起 好 那这里讲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从特殊的意义讲 那为什么呢 好 我们再来说 等一下再来讲这个缘起 一般就是这样说了 因为声闻是闻佛因生 就是佛为他说法的 辟知佛圆绝就不是 圆绝是自己觉悟的 叫独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其实圆绝又有几种说法 是自己觉悟的 不是听佛说的 那自己觉悟基本上都是怎么样 观察这个四双的变化 圆起 比如说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 他看苏叶掉下来 感觉到四双无常 他从无常入卧 他看到花被人家摘下来 看到四双无常 从无常入卧 那这个不是佛说的 这个就是缘起 这个就是缘起 那如果是比丘 因为这个声闻 最早的声闻就是 最早的声闻是这个无比丘 那无比丘是佛跟他讲修行的道理 就是苦情灭道 四双 开始他四双的道理 然后他证果的 然后了解 就从四双的道理 然后进缘起 所以一般来说 就用特殊的意义讲 佛为声闻说四双 为缘觉说十二缘起 但是缘觉 说十二缘起 这个是佛为他说的 但一般来讲 缘觉 缘觉是自己独自 是独自悟到缘起的 那缘起不一定是十二缘起 缘起不一定是十二缘起 但是如果是十二缘起 那就是佛说的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 看到世间的变化 他没有这个无比丘形行业 四双名色 没有这样 那这里 这里的佛为他说 佛为他说 那么他基本上 是不是叫 是不是叫声闻 如果是因为佛说法而悟到的 基本上就叫声闻 不叫缘觉 基本上是这么说 所以假设是佛为他说的 那么他就叫声闻 因为他是因听佛因声 就算佛跟他讲十二缘 他听了悟到 那也叫声闻 他不叫缘觉 因为缘觉是独自觉悟的人 所以这个 这个从特殊的音 不知道是什么特殊音 反正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 从缘觉是 观世间的生命变化 因缘变化而悟 从这里来讲 那方便说佛为他说 其实是这样 那为菩萨说六波罗蜜 其实初世法都是观世 第十二缘情 不过菩萨道中 着重广大型的六波罗蜜 那六波罗蜜里面的波勒 一样是召见五蜜皆空 五蜜皆空 一样是五蜜无常无我 一样是这样 那所以 一样是从生死到涅槃 在这三圣法 共法中 正化的是声闻圣 就是阿含经里面 主要就是 那么对这个求解脱的人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知道 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释迦摩尼佛还没出家以前 就很多人出家了 释迦摩尼佛不是最少出家的人 他观世成本的时候 已经看到有出家种沙门 当时叫做沙门婆罗门 那沙门婆罗门里面 沙门主要都是求解脱的 当然也有不求解脱的 六四外道里面 这些沙门团 他不一定求解脱 他有些认为 又是外道里面也有多沙门团 那沙门里面有一些 也不一定求解脱 但是他一样是一种宗教徒 因为有一些是唯物论的 有一些不认为有解脱 没有散热 没有夜报 没有解脱 没有凡胜 有些不认为 但是大部分就是有几派 两派到三派 基本上认为是有解脱的 有三派认为是有解脱的 那其中一派认为解脱不是靠修行 时间到大家都解脱 时间没到大家都认为 所以你必须要努力修行的 大概只有两派 其他的大概有三派是没有轮回 没有解脱 类似像这样的 那沙门婆罗门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 但是都是宗教的 都是以宗教为主的 沙门四种种性都可以成为沙门 那沙门主要是反婆罗门的 沙门是后来的 婆罗门是原先的 婆罗门是原先的 沙门是后来的 他是反婆罗门的 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都有向解脱的 沙门婆罗门里面 都有要求解脱的 那这是当时的风气 那是反婆罗门 为什么 婆罗门 强调婆罗门至上 我是第一的 你们都要服从我 你们都要供养我 那后来有一些人 谁关你啊 你说你最好 你最优秀 你功德最大 你是神的使者 大家都要来供养你 他们有些人就不满 这个 废头天启 婆罗门有三大肝炎嘛 废头天启 是基斯万人 婆罗门至上 他们特别烦这个 婆罗门至上 跟基斯万人 因为你解脱也靠基斯 比如说 比如说他们的解脱 跟现在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生犯天也是得解脱 就好像信上帝得永生 一样这个概念 他们认为你生到犯天里面 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 就得解脱了 因为生到犯天就不死 到不死的国度 那怎么样生犯天呢 贡仰犯天 唱犯天的名 向犯天祈祷 发愿要生到犯天 他怎样就能够生到犯天 有些甚至婆罗门 他们就强调基斯万人 这个沙门 他们是反婆罗门的 尤其特别反对 婆罗门至上 他们认为婆罗门 那这个婆罗门 它是一种种性 它就只有婆罗门种性 可以做 其他的费蛇 费蛇跟手头 手头头是不可能的 那费蛇跟差地利 也都不能成为婆罗门 就单独他 那沙门不是 沙门是四性 都可以成为沙门的 就算是守婆罗 都可以成为沙门 还可以出家修行 那婆罗门也有分在家出家 那沙门基本上都是出家的 就是其他的人 这里面也有婆罗门的沙门 就出家修行的 那婆罗门也有出家修行的 也有在家修行的 不一定 但是 但是 这个都有像解脱 只是解脱的定义不太一样 那当时这些沙门 婆罗门 那沙门集团主要有七个 就六四外道再加佛教 这七个都叫沙门集团 可是佛教还没有的时候 六四外道就有了 六四外道就有了 大雄奇纳教好像就是 大雄跟佛陀差不多同个时代 那他比佛陀早的要准 那两个很相近 就是奇纳教的身板 跟佛教的身板 比较相近 修行方式跟道理也比较近 但不一样 奇纳教是修苦行 以苦行为主 那大雄也是结了婚 然后生一个女儿 然后出家 那佛陀是结婚 那佛陀灭后 佛陀的身团就分两个派 大雄灭后 大雄的奇纳教身团也分两派 反正就有点点类似 那道理有很多里面都很相近 但是毕竟不一样还是不一样 那沙门集团里面 那都是要这一些 当时都是解脱到的 都是求解脱的 我们叫做求解脱 求解脱就是解脱生死 那怎么叫生死 就不一定 有些生到焕天就是解脱生死 就我们讲说 身上一德永生这样 就解脱生死 就求解脱的 这些都是求解脱的 当时还没有所谓 成佛发佛的心这种概念 没有 当时都是 大家都求解脱的 是个人努力要求解脱的 还没有说 我解脱了之后 我来带领大家解脱 还没有这种菩提气 还没有 当时还没有 所以佛陀 但是佛陀 你看到佛陀发心的时候 就发菩提气了 因为佛陀年轻还没出家的时候 他做王子的时候 年轻眼前他的爸爸进放王 带他去参加那种农根祭 有点像我们的农根祭 但是农根祭是丰收的时候 大家唱歌跳舞的 那个农根祭不是 是刚开始要跟座的时候 还没丰收的时候 大家举行一个仪式 然后 然后 这个一方面教导 怎么样跟座 一方面祈祷 祈祷这个以后会丰收 是这样的 那佛陀去参加这个农根祭的时候 他就看到这个 要先释放 国王释放 那个牛拿那个鲤 那农夫打那个牛 后面有人打那个牛 那太阳底下 那个牛拿那个鲤 把土翻出来 然后土里面的虫被翻出来 那大家在翻鲤的时候 这个鸟就知道了 底下会有土翻出来 土翻出来 大家都抢着去吃这些虫 然后他看到这些景象 第一个 农夫顶着大太阳 一直流汗 很辛苦 也要表演给大家看 也要示范 第二个 那只牛顶着大太阳 在耕田 拉热田 还被农夫打 那打的时候 这个血或是这个汗 流到土里面 然后这个虫挖出来 虫本来身好好的活在底下 被挖出来 那个鸟要来吃虫 而且很多鸟抢成一团 他看到这个景象 他心里面在想 哎呀 世间 大家都很快乐 大家都很快乐 因为这个是一个枫年期 大家都很快乐 可是佛陀想的不是这么一回事 佛陀想的是 人 人为了生活 牛 也为了生活 他不这样也不行 他是被迫的 不然他也可以在吃 鸟也为了生活 乃是底下的虫也为了生活 生命就这样 互相什么 互相奴役 互相逼迫 同样受苦 他就看到这种形象 那个时候 他心里面就感受到说 这个世间 其他的人都在欢乐 唱歌跳舞 一副这个幸福快乐的样子 可是 那个时候的西达多看到的 心里面想的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 同样的境界 但怎么想不一样 那后来他娶了太太 生了罗霍罗之后 就是 就是他有一天 去城门就这样看 那听说 因为这个西达多 刚生出来的时候 就请人来看相 他们就说 这个小孩子 这种相很奇特 很圆满的相 一般叫做32相 圆满相 但是不可能有32相 为什么 因为32相 里面有三个是牙齿的 40尺 牙齿整齐 牙齿很白 刚出生哪有牙齿 不可能有牙齿 这种其实就是很圆满相 那这种圆满相 有两个 一个就是成为转人圣王 统治全印度的王 国王 第二种就是 他会成佛 精华马 为了怕他成佛出家 就是他会出家成道 修道 那精华马 为了怕他出家 所以据说 把所有王宫里面的老人 病人 比较难看的人 全部都 全部都牵出去 里面只留下健康漂亮年轻的人 防止这个 防止他看到世间不好的这一面 所以据说是这样 后来佛陀因为 因为这个圆满 看到的都是美好的 但是他觉得 他小时候看到这种 农村的这些 他已经有印象了 所以他觉得 这样的一个世间 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他就到城门 去游这个世城门 就看到老 病 死 跟沙门 看到这四种形象 老 病 死 他就是世间的现象 那城门 看到沙门 他第一次看见出家人 他说这种是什么人 就是求解脱的 他那个时候开始有所谓的 解脱的观念 然后解脱是什么 解脱就是解脱生死的概念 生死解脱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他就有向解脱的心了 那个时候他开始有出灵性 后来 后来慢慢觉得 世间的人都在生死轮回 所以他一定要帮世间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问他旁边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老吗 会老 所有人都会死吗 都会死 所有人都会生病吗 会 所以你看阿含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出现在世间 就是这个世间为什么有佛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他在讲这个道理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所以他不但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老病死 而是要帮世间的人找出一条解决老病死的路 那个时候已经有沙门了 已经有沙门 所以他才跟着要去出家 向那些沙门学解脱的方法 那我们说过这个解脱的方法 六思外道里面 并不是大家都要解脱的 有的根本认为没有解脱 六思外道里面有些根本就认为没有解脱 没有善恶没有业果 没有解脱 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没有业 死了都没有了哪里有业 恒河北边救一千个人也没有福报 没有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有一些是认为有解脱的 有解脱的里面主要有两种人 主要有两类的人 一类是修苦行 持戒人 这个主要是其那教 一类是修定的 修定 让心不动的 这个一般叫做瑜伽外道 瑜伽派人 这两类主要是下解脱的 佛陀出家 第一个就是先修定 他佛罗摩罗子跟阿罗罗加兰 跟这两个人修定 但是他修到最高的定了发现 他们都说这样是解脱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 解脱概念不一样 得出禅 就认为得出果 得圣无色定 就认为得四种涅槃 所以外道有很多涅槃进来 现把涅槃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 因为你没有那种 你没有那一种真正的智慧 你很难分辨出这一种 到底是涅槃还不是涅槃 因为心都不动了 你就以为我心不动 我就烦恼都不动了 那其实不是 那你在极境当中 你就以为这个叫做极境涅槃 没有 你那个极境只是无色界的极境而已 还不是真涅槃 所以外道当时也误认为很多涅槃 那当时佛陀跟他学的 两个老师也跟他讲了 你这个就是涅槃了 可是他觉得好像不是 如果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 现在就没有佛教了 所以佛陀又跟另外一个学 他本来修到无所有触定 后来又去跟另外一个学修到 非想非非想定 但最高就这样 其他的也没有再比他更高的 所以他转而另外一种修法 修苦行 那苦行是就六年修到 发现到说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因为修定是修到那个境界 就是圆满了 苦行不是 苦行是修到死 修到死 死了就解脱 还好佛陀没有相信他的话 不然修到死也不能解脱 他修了六年 发现这样下去死 肯定是不能解脱的 因为他前面有修定的基础 所以他后来又另外找方法 可是已经没有可以给他移植 六四外道里面 最厉害的就是这样的 没有可以给他移植的 没有 所以他没办法 他只好自己找方法 所以才去找地方 找到菩提嘎雅 在那个菩提树像 就叫毕波罗树像 然后发现我一定要得解脱 因为他不只是他自己要得解脱 他要带领这一天 因为这个世间的人 他已经看到了 一大堆外道都认为这样是解脱 不是 拜犯天的也都解脱 不是 修无设定的也认为是解脱 也不是 修苦行的觉得也可以解脱 其实也不是 所以他一定要帮大家找出一条真正的解脱大道 这个就是菩提心 他也不是为了自己而已 可是当时的人都只是为自己要得解脱的 所以佛陀成佛之后 成佛之后 那么一定 第一个就是先去告诉这些人 你要修解脱 你要得解脱 真正怎么样才可以得解脱 还有一种就是佛罗门 要升天的 或一般在家里要升天的 他去告诉他们 什么样才真正可以升天 你不是靠祈祷就可以升天 不是靠祭祀就可以升天 不是靠持咒就可以升天 不是的 你要修五戒十善明才可以升天的 去告诉他们升天的正确之道 告诉他们解脱的正确方法 所以最初当然就是 因为最初只有要向解脱的人 佛陀在的时候 佛陀刚出家 那个世间 一大群要向解脱的人 沙门 佛罗门 一大群要向解脱的人 那么这些人都是发出疑心的 可是没有正确的方法 所以也一直都不能得解脱 所以当然佛陀成了佛之后 那一定是先向他们说解脱到 那向世间的人 主要是要跟这些人说解脱的真正方法 然后随顺这个世间跟世间的人 开始弘扬的时候 随顺这个世间跟世间的人讲 讲什么 讲升天之法 师界升天之法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佛陀第一个去度谁 要度他两个老师 他两个老师 阿罗罗加兰跟 他佛罗摩罗神 这两个人是要求解脱到的 可是佛陀知道 他们认为已经解脱了 佛陀知道他们没有解脱 所以成了佛正道之后 第一个要先去度他两个 两个已经往生了 不能得解脱了 现在还在无色天上面 现在还在无色天 弥勒佛下来都还在上面 还没下来 一个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 一大节里面有一千尊佛 一大节有一千尊佛 八万大节你看到多少尊佛过去 他都还在上面 等到真心佛过去他再下来 下来 又轮回了 就是这样 可是 没有办法 所以去度谁 度吴比丘 那无比丘本来是照顾他的 后来也要求解脱了 可是他们 他们是跟他一样 奉行苦行可以得解脱 他要赶快去跟他们讲 真正的解脱到 不是这样 不是苦行就可以得解脱 等于是后面会讲 就是中当 才去跟他讲这个 然后后来去跟谁讲 后来去跟三加赛讲 那中间当然有耶瑟 他们自己来的 来找佛的 后来去跟三加赛的 三加赛是什么 拜佛外道 他认为这样拜佛可以升天 可以得解脱 也去跟他们讲 你这样不能得解脱 这样不是可以升天 其实你看 所以他硬化的根基就是这个 当时就是这种情形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说正化的是僧文称 菩萨与元解可说是庞化 不是主要的硬化的根基 因为最初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情形 我们就会理解 正化的本来就是僧文 因为在三圣共法的阿含经中 仅有两位菩萨 好 那么这个再讲到 这个是布派的观点 其实菩萨 菩萨的原理就是菩提撒窦 菩提就是求正觉的人而已 菩提就是正觉 阿罗安也是菩提阿罗安也是正觉 阿罗安也是觉者 只要是觉悟到真理的 正到无我的都叫做觉者 那菩提撒窦 菩提撒窦的原理就是 有心求正觉的人 他本来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阿罗安也是菩萨 但是后来这个菩萨的定义 有点改变了 就以佛为主 其实是这样 我们应该知道 菩萨是菩提撒窦 撒窦就是有钱的意思 众生的意思 就是有钱 菩提 菩提就是正觉 正觉就是什么 就是如实正确的 觉悟到真理 就是正的无我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有钱 正觉的有钱 或是说 尖心有心求正觉的有钱 有心求正觉的有钱 其实这样 所以龙树菩萨有讲 这个菩提有三种菩提 就这样来分 生文菩提 圆解菩提 跟佛菩提 其实都是菩提撒窦 原来的菩提撒窦就是这样 生文圆解 三圣都有菩提 跟佛陀 佛菩提 生文菩提 圆解菩提跟佛菩提 那后来 后来 好像说我们讲佛 佛陀这个概念 佛陀这个概念 不是佛教专有的 当时所有的觉者都叫做佛陀 它就叫 它是音译 翻过来叫做觉者 翻过来 如果翻我们的话叫做觉者 它就是觉者的意思而已 没有特别的意思 那后来 释迦牟尼佛被称为佛陀 所以辟知佛 这个叫辟知佛陀 它也是辟知佛陀 就是独自觉悟的佛陀 辟知佛陀 它叫辟知佛 其实就是佛法 所以原来佛陀的意思 就是觉者的意思而已 好像菩萨的意思 原来就是正觉的有情而已 后来 后来因为佛陀 尊重佛陀的缘故 这个佛 原来外道也有佛陀 他也是觉者 他也叫佛陀 后来佛教圣行 或是佛教的势力大了之后 佛陀变成是佛教专用的 那有时候也不叫佛陀 也叫大仙 或是大仙 或是像奇奈教的奇奈就是胜利者 大雄 反正就是很多种 主要觉者或是叫大仙 那后来佛陀成佛之后 佛这个名号变成佛教专用的 而且是佛陀专用的 就是西达多专用的 就变成西达多专用的 西达多才叫做佛陀 其他后来成正觉的都不叫做佛陀 要阿罗汉而入 佛也是阿罗汉 但阿罗汉变成不是佛 其实是这样 那其实阿罗汉也是佛 他就是觉者 其实也是觉者 但是后来就变成专有名词 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那菩萨也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佛的前身就是菩萨 普琴撒多 那未来的佛才能叫菩萨 前身才能叫菩萨 那未来的佛是谁 是弥勒佛 所以弥勒佛现在叫弥勒菩萨 那其他的都不能叫菩萨 后来变成专有名词 其实是这样来的 那南传跟北传的菩萨不太一样 北传的菩萨多帅天 要来成果之前要到多帅天 就是欲界的第四天 然后再下身成果 那么他在多帅天 北传在多帅天的菩萨 现在是等绝菩萨 等绝菩萨是圣者 可是不太难传的就不是 成佛以前都是凡夫 成佛以前都是凡夫 现在在多帅天的菩萨也是凡夫 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北传的菩萨有非常的多 满天的菩萨非常多 甚至像地藏经里面 这些鬼王都是菩萨化现的 那什么天什么天都是菩萨 那非常的多 十方禁毒有很多的菩萨 可是南传的菩萨没有 就只有一个 就是成佛以前叫菩萨 也没有其他菩萨 那释迦佛的时代 释迦佛还没成佛的时候 他就释迦菩萨 成佛又没有菩萨 就下一尊叫做弥勒菩萨 也没有其他菩萨 我们一般常见的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无数菩萨 这个他们都一概不承认 那个都不叫做 他们是不承认的 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 好 那三圣共法的阿罕经 仅有两位菩萨 因为南传基本上 就只以阿罕经为主 为成佛前的释迦菩萨 说法时已经成佛 是说法的教主 并不是受教者 那第二个 弥勒菩萨 在释迦佛的法会中 受祭成佛 如果说佛说三圣 那么当前的菩萨行者 只有弥勒这一人而已 因为他这里在解释 这个主化的是僧文 并不是菩萨 也不是元解 其实是这样 所以因为 因为如果你说有菩萨 那菩萨阿罕经里面 没有菩萨 菩萨只有释迦菩萨 那释迦菩萨 他不是听法的 他不是听佛说法的 当时没有佛 他是说法给别人听的 释迦菩萨是说法给别人听的 他也不是听别人说法 所以他没有 他不是这个说法者 他不是受教的 就是不是来听这个 听这个菩萨圣的 菩萨法的 不是 那弥勒菩萨 受信成佛 那如果佛说三圣 那当前的菩萨 就只有弥勒一个人 就算说你讲菩萨道 那也只有他 所以他是彭化 所以说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对象 主要的对象就是 求解脱的人 其实他讲这个道理 那六菩萨蜜 那六菩萨 后来有讲十菩萨 那布派只讲四菩萨 有布只讲 师界精进智慧 这四种菩萨蜜 那菩萨蜜到底是什么 后面我们会再讲 大圣子说会再讲 这里先说 菩萨蜜就是道比安 那菩萨蜜是 后来就变成 成佛的资量 就是要成佛的资量 那一般我们讲这个 解脱的资量叫做道比 三十七道比 这个成佛就不是 就是菩萨蜜 到底有多少菩萨蜜 就是你到底要修什么功德 才能成佛 这个当时在探讨 那如果是有布 布派里面主要的布派 有布讲四菩萨蜜 师界人精进 师界精进跟智慧 不是 师界精进跟智慧 不师师界精进 就是你具有这四种 这四种菩萨蜜 成佛的 那后来 这个是有布的 有布讲这四种 那跟大圣 比较关系密切的大宗布 就讲六菩萨蜜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布师师界人物 进去产生智慧 六菩萨蜜 大宗布就讲六菩萨蜜 那其他的布派也有不同的 那不一定是这六种 六菩萨蜜 那后来慢慢讲到十菩萨蜜 那也有不同 那不一定是这六种 六菩萨蜜 那也有讲什么的呢 菩萨蜜里面也有讲什么的呢 还有文 文波萨蜜 另外有所谓的文 波文 它也是波萨蜜 还有什么 南传的 南传的就多了 南传的认为佛 释迦佛的波萨蜜多了 有什么呢 出离 我们讲南传的 我们来把这个稍微讲一下 南传的波萨蜜就多了 这个是有布的 这个是大宗布的 六菩萨蜜 就布施释迦 忍入侵信禅定智慧 一般我们说的六菩萨蜜 那南传的 南传的菩萨 菩萨道的波萨蜜 他有 他有这个出离 真谛决定 此舍 就除了六度 就是这个六度 布施释迦 忍入侵信禅定智慧 六度 再加什么呢 再加上 加上这个 这个词 出离真谛 他这个波萨蜜可多了 出离 所以也有南传的菩萨道 南传的菩萨道只有四加火一个而已 那出离真谛 决定 词跟手 一二三四五 再加上六度 波萨蜜 十一波萨蜜 那有的有多一个文波萨蜜 另外的 还有文波萨蜜 那 就是说 这些波萨蜜就是 那个时候到 那个时候在探讨 到底要修什么才可以成佛 那要修什么可以得解脱 那是知道了 戒定慧可以得解脱 那是知道了 但是要成佛 不只是戒定慧而已 那到底需要什么 就探讨这些 那后来我们都是 一六度波萨蜜 一大众不得六度波萨蜜 不知词间忍入精进 禅定智慧 那后来又加上四个波萨蜜 叫做死波萨蜜 就是 波萨蜜里面有看到 死波萨蜜 死波萨蜜加上什么呢 就是六度再加上什么 怨立方便智 就再加上方便怨立字 方便怨立跟智 又加上这四个 就变成死波萨蜜 好 我们先下课 谢谢 谢谢 谢谢